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算付出一切 善良也值得 我爱她 我不能失去她 我今天不能出门 必须在家里 你们收拾一下 来我家办公吧 所有这些她都喜欢 都给她带走吧 这是第一次有人看到了我在鞋子上的用心 这个人好像有点特别 可是她很注重外在条件 如果她知道我并不是看上去那么好 还会继续见我吗 我在办公室里听到了她说 这位袁小姐的资料是你们筛查过道的 从事互联网自由贸易 没有具体领域 信息模糊 江边独栋没写具体地址 也许只是在郊区河边有号自建房 热爱生活和运动 擅长图片绘制 也可以理解是喜欢逛街 擅长批图 家庭氛围良好 责任心强喜欢小孩子 我猜是非独家庭有个妹妹 是弟弟 这个奖励是谁编的 为什么不调查清楚 老板 包装客户 在咱们行业内也算是合理范围 这是合理范围吗 我认为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 我也是没有办法 这位袁小姐 我给她介绍和她同水瓶的客户 她都不满意 对于我才 静姐 小美刚实习不懂事 公司的会员制度既然还没有改变 就要落实 她知道我的身世之后 肯定会离开我吧 谢谢善良给了我一段美好的回忆 善良提议要去城堡结婚 我答应了 可我手里的存款不多了 我只能硬着头皮 花光所有的积蓄 希望婚礼那天可以一切顺利 我期待了这么久 终于可以嫁给她了 鞋子的商标出了问题 我原本想跟善良商量延迟发火 可我听到了邹靖他们跟善良说的话 她才刚上任不久 我不能让她为难 更不能让她失讯于员工 尽管我非常讨厌万利 但我也不得不买下万利的鞋子 因为只有万利的品牌价值 才配得上寻觅 至于普利摩的 没关系 慢慢来 就算付出一切 善良也值得 我爱她 我不能失去她 师父 等一下 我想拿一件东西 床垫 风扇 衣服所有首饰 面貌机 还有酸奶 大大小小不管是你要用的还是不用的都给你寄来了 你还美呢 这明摆的就是不让你回家了 不 恰恰相反 她这是在给我找台阶下的 我昨天回家放口红的时候 我故意把日记本摆到了台面上 善良一定是看到了 所以就算她把所有东西都寄过来了 还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东西 她给留下了 什么 枕头 一个我没有她就会落枕 一个我没有她就会失眠 一个我没有她就会浑身不舒服的 枕头 什么事快说 我手机在等一个特别重要的电话 今天有例会你忘了 我今天不能出门 必须在家里 你们收拾一下 来我家办公吧 我今天好 我今天好 妈妈 我今天好 那天啊 我今天好 切苏 还有